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已过去11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6日表示 总司令瑟尔斯基已经多次汇报了前线局势 和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俄罗斯正在遭受损失 包括摧毁俄军的后勤 耗尽他们的后背力量 这对乌克兰的防御非常有利 泽连斯基强调 必须对俄罗斯的所有阵地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 乌克兰正在这样做 自8月6日入侵俄罗斯以来 乌克兰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 11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82个定居点 乌克兰外交部表示 这一数字超过了俄罗斯 今年在乌克兰取得的进展 俄罗斯称此次入侵是一次重大挑衅 并誓言将予以应有的回应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这场冲突已持续了两年半多的时间 再次进行